子宫内膜结合会传染吗? 子宫内膜结合会传染吗? 子宫内膜结合在生殖器官结合中占50%到60% 常常是由输卵管结合脉棉扩展到子宫 病变多局限在子宫内膜 严重时可以侵犯子宫基层 如果真是子宫内膜结合 刮诊后有可能播散 请不要延误治疗 子宫内膜结合是可以治好的病 但必须认真治疗 当不幸患上子宫内膜结合 就一定要及时医治 增强机体抵抗力及免疫力 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 活动性结合患者 应卧床休息 至少休息三个月 当病变得到控制后 可从事部分较轻工作 但需注意劳逸结合 加强营养 适当参加体育活动 增强体质 我杀了 但比较柔轻工作 请不吝点赞 敏换 为 Drawing